增加月份的讯息 像这样的方法 最好了 或者是说你按一下增加那个 工作表整合 那也许我会多了一个方法 它叫做增加月份 因为我们刚刚按下去 它没有月份 它每一个都1到30 1也许到30吧 那这个地方我需要知道说 它是哪一个月份的 几月几号 类似像这样子 那或者是说最好是有年月日那最好 不过可能是你的工作需要 那我们当然就要见招拆招了 对 因为你为了要得到你要的格式 你可能要做一点什么事情 那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一样把它清除掉 第二个的话呢 我来先秀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我做出来结果好了 那等一下再来讲怎么做 OK好 按下去 也许做出来了 也许就是类似像这样子 1月1日OK 那实际上 不过这可能是初步的 也许你还有别的想法 你想说 这样不是你要的 没关系 可以再改 怎么改 方法都差不多 那我是这边提供给各位 可能几个发想 第一个 我可能需要怎么样 在原来的 1前面加1月 后面再加一个日 假设问你的需求是这样 OK 那你可能需要的东西在哪里 1月在这里 这个东西呢 就是一个什么 工作表的名称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将来需要这个工作表的名称 那你就要想到 我要怎么知道工作表的名称呢 第一个 你要知道工作表物件 叫什么 叫Shit 然后比如说第一个的话 就刮胡 1点 后面需要的属性 那个属性就是知道工作表的名称 很简单 就是Name 哪一个工作表点Name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呢 它会告诉你 你现在的工作表的名称叫什么 那你取得之后呢 那你是不是可以串在前面呢 那你前面就有了 那你后面呢 后面多一个日嘛 你再串一个end 一个日记这个字 那这样就可以过来了 OK 那如何做呢 OK 其实这个也是需要动动脑筋的 这个我之前也想了一下 然后后来的话 我在想说 那我到底要什么时候 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做上去是最好的 最佳时机 比如说我刚刚这个地方 如果我第一种做法是 就是 F8好了 第一记贴上 对不对 那贴上之后的话呢 就切到1月 然后复制 切到1记 然后贴上 其实呢 应该你要想说 那什么时候处理 理论上 我的想法是这样 贴上的时候 先不要像像 先来解决贴上这个月份的什么呢 日期部分 等到解决完之后 下个月再贴上 再去看他贴上的东西 有没有需要更改的 如果有就把它更改过 OK 那所以我需要写一个部分的程式在这里 贴上之后去把日期的部分做变更 OK 但是如果你将来把程式直接写到这边的话 那程式会变得非常冗长 所以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说你可以把你那个需要的方法独立在另外起一个副程式 需要的时候用call call就呼叫 呼叫他 这样的话程式会简单许多 当然你也可以把程式写在下面 可是会变得很冗长 而且会破坏你原来应该有的结构 所以这边的话 我怎么写的呢 我就是直接在 这边 也许我们等一下就是把工作表整合这一段 Ctrl C 再贴到底下 可是呢 因为我要保留原来的东西 不要说我改了之后 改完前面的东西就不见了 不见了 所以尽可能怎么样 这边增加一个底线 一个底线增加月份 然后呢 我只有在贴上的这个地方 有没有 下面多产生一个call 处理月份 那这个处理月份目前存在吗 当然不存在啊 所以呢 你需要怎么样 需要在底下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呢 就叫做处理月份 OK 那这个处理月份 当他call他会先处理完 再回来 其实就是把那个月份问题解决完 他就继续往下跑 那里面要做哪些事呢 当然 你要先决定 要不要传一个东西给他 要 传什么 传一个月份给我 诶 那么传一个你的工作法名称给我啦 那因为我一月的话 这个I就是一 他的名称 所以带过来呢 就是一月 那传递给我之后呢 那我要做什么 其实我其实刚刚这个地方 就是一样 从这个范围 for I等于第二列 一直到最下面一列 所以我写法一样是 直接在这边 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做什么呢 做 丢过来这个 这个日期部分 那我里面是放什么东西呢 一样是放原来他本身有的东西 就是什么 Sales I A欄 E E一定保留吧 对不对 原来他里面假设是E好了 原来E保留 可是前面要加什么 工作表名称 And 他原来东西 And日 就我刚刚讲的嘛 1月 1日 最后怎么样 再丢回给自己 你会发现自己还在后面 丢回来 丢到前面去嘛 所以他串起来就是 1月1日 OK 然后呢就丢回去了 但是 你又想说 老师那前面这个地方是什么 这边 衣服啊 这个判断啊 好像有点多 其实 后来我是这样想的 因为呢 我们将来判 将来处理一定是从第二列 一直到最下面一列 那1月份OK 可是2月份的话 怎么样 2月份 那你势必就是说呢 又从1月报处理 1月就不处理了嘛 对不对 因为已经处理过了嘛 他基本上 假设我今天呢 我这边 呃 游标先放在这里好了 OK 我跑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假设我今天先把资料先清空 好 然后来跑一次给各位看 OK 好 这个时候呢 他现在还没处理嘛 所以有call call的时候呢 他怎么跑呢 跑到下面 对不对 他传什么东西给我 传一个 有没有发现 1月 就是他的工作表名称 再来怎么样呢 全部跑过 所以我全部让他跑完 全部跑完的话呢 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就是1月 他原来都还在 日 再来呢 2月份贴上了 我还没处理哦 可是呢 我等一下 丢过来的 这个应该是2月了 那还是从2到最下面一列 可是最下面一列的话 是61 那上面那个什么呢 2到31这个啊 已经处理过了 还要处理吗 不用嘛 对 所以怎么办呢 其实我想到的就是直觉 没处理过 跟处理过 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他的字串长度 有没有 如果处理过的 他的字串长度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大于三个字 有没有 1月 不管1号啦 1月两个字 日三个字 再一个1 一定是四个字以上了 所以我这边做一个筛选 也就是如果 他的LEN 他里面的字串长度 如果是 大于三的话 那我就不要去做那个动作了 就跳过跳过跳过了 OK 所以1月份就跳过了 那2月份就处理 所以你会发现 进到这里 他会不会进 这个应该是 先处理那个 1月1日 因为他的字串长度呢 超过三个 所以跳过了 没有处理 以下都一样 所以他会处理的是当什么 当那个 我这边先停一下 中断点 OK 当什么呢 当他是1的时候 有没有 就是这个32列的时候 因为他的字串长度才1嘛 一个字嘛 所以才会去处理 那我们把 1月 有没有 2月1号 那依此类推 所以底下都一样 那我就把它中断点拿掉 直接执行过 2月 再来就3月 全部跑 游标又跑回来了 就完成 我要的这个效果了 OK 应该懂那个 我的逻辑吧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我再把那个 最重要的点 跟各位讲一下 基本上 1 我要就是先把原来的工作表整合贴过来 2 call 因为我要把这一段 我不想说 他又多一个东西影响我的结构 所以我就在底下增加一个处理月份 传给他一个什么 工作板名称 在底下这个地方 OK 就是去串接 完之后 丢回来给他 就看到这样的结果 OK 请各位试一下好了 看一下 那当然这个地方 延续性的 就是变化的部分 其实就可以很多了 基本上 会再变化的多半 都是透过像 call 副程式 我觉得建议你就副程式 用副程式 读力出来 你原来结构都很清楚 那你将来回头看的话 你也不会说 怎么又多一个什么东西 我看不懂的东西 那第二个是说呢 你这个除了副程式之外 当然你在处理的时候 尽可能就是说 也可以尽量不要太复杂 把这个简单化一些些 这里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再来就是说 可能之前就有同学问说 老师那这个格式 1月1日 1月1日这样感觉 不是一个标准的日期结构 那如果说我将来 我希望把它变成 比如2015年的1月1号 那个是标准的日期 因为标准日期将来可以 要排序或做其他用途 当然就比较没问题 那当然你可以再把它变成 标准的日期格式 可是要怎么做 其实观念跟刚刚差不多啦 可以再试试看 我这个部分 我也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各位可以参考 试试看